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 是一个群星闪耀天王辈出的时代 诞生了奇幻多变的音乐风格和超一流的歌手 而王杰便是其中之一 他的歌声陪伴了几代人 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 本期我们一起听听王杰的音乐故事 你虽然爱我等于要把我捕捉 实在无法当起这一种爱 在这夜你又再度飘泊 你的痴情情恶继续 请你收起一切相信这晚是结果 1962年王杰出生于台湾 是家中的老三 父母王霞是邵氏公司的演员 从小在片场长大的王杰 三岁起就出演电影 曾演过《红西关》里的《红文定》 12岁那一年父母感情破裂 王杰被父亲送到了一所教会学校寄宿 哭了 他用稚嫩的歌声表达着内心的悲愁 王杰的音乐天赋自此出楼端倪 同样在这一年 王杰遇到了初恋 初恋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 都是美好而纯洁的 而对于王杰 也许只有初恋德莎 才是他最好的归宿 两人是在舞会上相识 可惜德莎在一场车祸中丧生 初恋的美 就在于他的残缺和难忘 后来为了纪念这段逝去的初恋 他创作了经典歌曲《安妮》 谁知悲剧早已逐定 闭上眼睛 想起你的气 难忘记 你我曾有的缘地 苍蝇 慢慢 默默在孤寂 心中无险 痛苦 无患你 十八岁时 王杰与老师发生冲突 被勒令退学 于是他失身回到台湾 为了养活自己 只能四处打工 在这期间 王杰遇到了第一任妻子 但婚后不久 妻子就离开了他 刚满二十岁的王杰 成了单亲爸爸 这次遭遇 成了王杰一生的遗憾 他的背影 就是这段感情的 真实写照 只好每天 手抬风 总忍啊 风儿催 风儿能够让我想起 过去和你的感觉 只好每天 手抬风 总忍啊 风儿催 风儿能够让我想起 过去和你的感觉 与女儿相依为命的那些年 王杰从未放弃创作 每当写出一首满意的作品 王杰便拿着小样 到唱片公司推销自己 1987年 音乐制作人李寿权 把他推荐给了滚石唱片 但当时在滚石 担任音乐制作人的 李宗盛表示 华语歌坛不需要第二个期情 便拒绝了他 后来王杰在好友举荐下 加盟了飞碟唱片 同年推出第一张专辑 一场游戏一场梦 专辑已经推出 就风鸣亚洲 雄居榜首半年之久 创下了1800万的销量纪录 让25岁的王杰一炮而红 紧接着 忘了你忘了我 创造销售热潮 突破50万张 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 登上新加坡龙虎榜冠军 远超年度亚军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更是缔造历史新记录 销量突破60万张 只比当时的天王谭永林 在他最巅峰时 张曼玉是他MV里的女主角 刘德华还是他身后的小跟班 谁能够告诉我 我是否付出太多 就当我从来没有过 还是消失在我心头 谁曾经提醒我 我的爱没有把握 就当我从来没有过 还是忘了你 忘了我 与此同时 内地开始播放一档 台湾流行乐节目 潮来自台湾的歌声 随着节目的热播 王杰在内地歌坛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事业上顺风顺水 感情上 王杰也终于隐瞒了曙光 王杰遇到了人生中的 第二任妻子 莫奇文 于是这首充满温情的 《回家》诞生了 这首歌让王杰登上 1993年的春晚舞台 也让更多内地歌迷 认识了这位传奇歌手 突然看见车站里 熟悉的画面 充满有自己的梦想 还有磨病的忧伤 回家的渴望 又让我流泪满旷 古老的歌曲 又多久不成大声唱 我在岁月里 改变了默奥 心中的思念 还是相同的地方 在那个卡带唱片的年代里 王杰的歌声无处不在 同时期的张国荣封神了 梅艳芳封后了 四大天王出世了 而王杰却消失了 1997年 王杰的第二段婚姻 已离婚告终 为了忘却伤痛 王杰再次全心投入到音乐创作中 并加盟英皇唱片 退出专辑 《从今开始》 专辑当中 这首《伤心1999》 姜王杰当时的心声 表露无疑 伤心1999 算了天长地久 不过是拼命追求 细心研究的念头 我的爱对你来说 如果是个独留战局 我来说 算了吧 1999 忘了曾经拥有 也无论要钱 要放要分 都是你的手 从今如死了一个 拼命绝中的温柔 多一个爱情杀手 接下来的几年 王杰势头不减 推出的专辑 叫好又叫做 诸如这首《不浪漫罪名》 这首歌是他在七分钟之内完成的 当时他与人打赌 若我十分钟之内不能写出来 尖沙嘴最贵的餐厅 你随便点 我请客 后来他不经意间 听见服务员哼的小调 灵光乍现 造就了这首传唱至今的金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说明 什么都会用一生 保抵 说起王杰的故事 不得不提的就是 至今依然疑点重重的下毒事件 其实这件事之所以说疑点重重 是因为一开始发生的时候 并没有向世人公开 而是在十几年之后 王杰在参加一些综艺 或访谈节目时才提及 用他的原话说 下毒的人当出各种威胁 让他闭嘴 这一惊天消息的爆出 立刻引来人们的争议 甚至很多人开始猜测 下毒者是谁 2018年 他发行了全新专辑 《我知道我是一个 已经过气的歌手》 同时表示 推出这最后一张专辑 就不再创作 巧合的是 最后一张专辑的封面 和他第一张专辑的封面 几乎如出一者 当初令美梦也离开 是否我真的要所有 心中怨恨 难道要继续发怨头 是否我真的要所有 不及那样 全能够赢得所有 试试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秋凉 王杰已58岁了 辉煌也好 悲情也罢 都不过是昨夜的一场游戏 一场梦而已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关注 小伙伴